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 更看门道 2022年4月12日大联盟离行赛第6天 红雀离行赛第4场 也是终于重回红雀的Albert Pujols 球季的第2场先发 普城担任指定打击打第5棒 他在季前跟红雀签下一年250万美元的合约 终于回到成就他生化人地位的胜入役 Pujols也正式宣布将在本季结束后退休 不过他在开幕战先发近悄悄无打数零安打 但根据MLB官网报道 Pujols在赛前打击练习的时候 因为觉得球看得很清楚 打击感觉很好 就跟总教练Oliver Marmot说 我会对我看到的第一颗球出手 然后打出场外 另外转播单位图卡也显示 Pujols生涯对皇家打得很好 扛出过26发全雷打 一局下半就在红雀明星打者Nolan Arenado 扛出2分炮后 轮到Albert Pujols的第一个打席 幸福来得太突然 连敲门的声音都没有 Pujols就这样实现了他的预言 马上向中第一颗几乎投到不收手套位置的93麦素球 扛出阳春炮 全场红雀球迷 球员都未知沸腾 朴神生涯第680轰 粗鲁 更据纪念意义的是 上一发Pujols身穿红雀球衣 并且在红雀主场打出的例行赛全雷打 已经是2011年9月22日 同年季后赛 他在世界大赛第三场游记兵客场 更是一举扛出三轰 总之红雀球迷已经睽違近11年 3855天的等待 再次看到红雀球员Pujols开轰 也难怪只是比赛前段扩大比分领先的阳春炮 足够让全场疯狂 欢迎回家 第5位 我们都会遇见你了 不得不说投手Daniel Lynch 真的是来送幸福的 朴神2021球季对数球打击率最高 来到2成96 这个中间第一位置更是他打击率第三高的乐区 那觉得打击状况不错的朴神 就只好扛成680轰了 根据StateCast 这球棋球出速96.8mm 飞行距离368英尺 已经42岁 实际上可能更老的朴神 扛出这发拳雷打后 没有以前那种目送拳雷打出墙的招牌霸气动作 而是小心翼翼的看着球出场 想必朴神也是越来越珍惜可以在场上的时光 球员之中最嗨的就是他的好兄弟亚蝶摩琳娜 另外一位好兄弟Adam Wainwright也相当开心跟他击掌 朴神赛后低调的说 怀救时光者就在我跟红袜在签约 以及开幕战当天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要专注的就是帮助球队 以及红雀赢得冠军 我个人并不重要 而老当异壮的朴神本场也不只是扛出拳雷打而已 他还分别在四局下五局下 分别对滑球变速球再敲出两只一雷安打 第三只安打从侧向镜头看 还是看得出岁月的痕迹 力量输出毕竟没有像全盛时期那么强悍 但知识协调打击重心保留的很好 把球跟进来还是能靠打击技巧敲出安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